我说一句金克龙老师是素雅质感妆之神 没有人反对吧 蜜姐和芭芭这个妆面我很肯研究过了 棕绿色的眼妆分明至体谅法 原生裸唇 这个视频看到就是赚到 今天你们进一进素雅质感大美人 老师很喜欢用带棕绿色的眼影勾勒素雅的感觉 就能体现出眼睛的深邃度 这两个颜色都有墨绿暗雅调 为了达到色调即是统一 先用眼影打底色色 从山根往上走 顺着眼窝下来 带一点眼尾 剩下的鱼粉带一下鼻影 这样的骨像就很自然 会有点灰掉色 在眼窝须内覆盖 刚刚眼窝地方带一点点 在不拉长眼睛的基础上 眼尾和眼头加深一点 下眼的握成续带一下 眼线基本上都是纯黑色的眼线胶 在你正常眼尾之前就平平的拉一点点 肩膀显这种黑棕胶叉款 五穿这个墨绿掉的眉粉 英国跟我到现在 前屏 后垂 这是它的一个眉型风格 有这种轻微醋眉的感觉 很有神态美 回眼毛流 下面是体验法 第一层用塞篮 第二层白色珠光 然后再是断光 停一下 发定完 选一个粉细腻一点的高光 肩头 肚子打一刀 像画一个八字形 眉中 肩根上方 肩膀的中段 肩头的位置 最断感的高光 提加一下 肩皮中间也要加一点 这样就很清透 金鹤龙的原神感 唇妆重点不在唇 在人中的勾勒 因一个高光的运用 让眼中很立体 有点翘翘的感觉 找了一支偏咖色的垂线笔 画一个小水滴的形状 然后把两边提亮 下边缘 用遮瑕 加一模模 稳路的发育 上晚皮吧 在把穴片出来 都能 alternate 我们应该在 Student Ple频 脖子 谢谢大家